這天到底是什麼鳥天氣啊 怎麼哪天都在下雨啊 想出去拍攝都拍不了啊 這個陽台也夠髒了 我覺得走時間要把我們家裡陽台還有後面洗 我們地方的地板都刷一刷 欸你不能出去你不能出去 進去進去 進去 所以我發現我自己好像越來越少做那個所謂料理的Vlog 今天呢好家在有一個糧春雞日 我們平時在家吃的都是用UberEat直接叫過來 最近幾天有一股不可能再繼續降下去了 還是要做一點東西給自己吃 所以我在昨天有在親手做一個打拋豬 打拋雞 對 不知道有沒有人還記得 之前雪兔有做過一個叫做Excuse Me的影片 對我只是做事實 自從那支影片過後就有廠商會問雪兔說 欸你有沒有興趣試吃我們的商品 那我都會講說我只是就是單純吃吃而已 我不收所謂的工商費 換來的就是我希望可以暢所欲言 就是我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在今次我們就收到一個廠商所寄可以選出要事實的影片 就是這個阿伯 這一個店家呢是跟我講說 他們主打的是肉拌麵 不是大家所知道的是乾拌麵喔 是肉拌麵 你有聽說過嗎 我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詞啦 他說這個是主打 所以一定要我講 好那我說嗯OK沒問題 還有他們所給我的小信件 他是直接來我的粉專問 問說有沒有興趣來做事實 如果這個是美食的話 其實不用錢 我不收費也沒關係 我肺腑之言喔 倘若真的廠商給我所吃的東西是美食的話 我不要錢也沒差 因為能相遇一根美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只是當我知道這個是美食之後 我可能就會講 我當初是美跟你收起來 但你可不可以多記幾份給我讓我囤貨呢 之後我怕我吃不到 他們都有留資料 不信你們自己去他們粉絲團問看看 粉專的網址呢 我會放在說明來那邊 沒收錢我做得那麼盡心盡力 那他們給選出的是肉拌麵 是用關廟麵的 十里飄香阿伯肉拌麵 他後面有標註說 這個是手打椒麻味 這一個是關廟麵 然後是辣味的 所以兩個面類 阿對還真的有很大的不同 可以看到那個麵的細度 我們就來做一個久違的 事實影片了 吐食大王 辣的跟不辣的 我會把不辣的給邦尼去做事實 沒意外他應該沒辦法出現在鏡頭前面 因為他沒有化妝 那我們就來準備去廚房製作這個肉拌麵吧 Let's go 我先把這個 裁縫一下 但因為怕呢 吃不飽 所以我們至少要拿兩高麵出來 這個是手打麵 然後另外一個細的是 關廟麵 還有另外一個是肉香味 只不過 我床上沒有進來 那就算了 這個是要去他的粉絲團才可以看得到 怎麼去煮嗎 底部才有烹調方法 鮮水煮沸麵條三分鐘 然後再燜三分鐘之後再撈起 肉包的話是 煮沸的熱水當中泡三分鐘 如果希望的話可以加一些蔬菜 青蔥 煎煮一顆雞蛋 會增加他的風味 好 我們今天就什麼都不加 我們要吃原味 我怕我給他加太多料之後 我都不知道他原本味道是什麼了 我們就先煮三鍋的熱水 我為什麼要煮三鍋的熱水呢 這個 我想要把這一鍋的水煮沸之後再丟進去 因為這裡的火力比較強了一些些 一方面是麵條所烹調的方法呢 是說滾水三分鐘 並且燜三分鐘 那我當然沒辦法把兩種麵混在一起做使用 我就先煮完一個麵 然後再放到另外一個微滾水的地方三分鐘 這時候這邊就會空下來 那我再繼續煮下一個麵條 而另外一鍋呢是拿來加熱我們調味包 這個步驟應該就不用擔心了吧 綠色的跟紅色的 要先放進這裡面 先放進裡面泡 好 突然想了一下 幹嘛那麼麻煩 疊兩邊一起煮就好啦 可惡 這麵條感覺超硬的耶 好了 那 接下來呢 就是分個三分鐘 哇 這個肉汁 好香喔 天啊 好香喔 這個關廟麵呢 是配辣味的 辣味的湯汁感覺就比較 比較水了一點耶 這個味道真的超香的 而且是那種古早味乳肉才會有的味道 它怎麼形容啊 阿嬤那一代才會有的乳肉的味道 去客廳準備試食啦 來了來了 我們先把這個焦麻味的手打麵呢 還有辣味的關廟麵 這兩個口味先拌一拌 你知道嗎 如果真的好吃我真的要請那個廠商呢 你可以再多寄個八包之類的 可以讓我們放在家裡面囤貨 那我們先吃不辣的 首先呢這個肉拌麵 它的味道沒有那麼鹹耶 對於不吃辣的人而言 可能這個還算是偏中辣吧 邦尼可能吃個沒幾口就要喝水了 胡椒味蠻重的 可是那個胡椒不是那種不辣提味的胡椒 而是真的會辣的胡椒 對於我來說這個辣 就我知道它有辣 可是它連小辣都不到 然後麵的口感呢 我個人是不怎麼偏愛手工麵這一環 因為其實粗麵條 它雖然咬下去的口感是 咀嚼的時候很有回饋感 可是我就喜歡吃比較細一點的 我在點乾麵的時候 我都會選細麵而非粗麵 當然知道有些人會比較喜歡 像這樣子的粗麵條 如果你們是喜愛這類型的話 也可以搭粗麵條來去搭配其他種口味 也是ok啊 它不是滷肉飯的那種類型 它是有點控肉嗎 我所吃的美食的量還不夠多 這個焦麻味真的著實不錯 挺帶勁的 這個不能吃太多 因為幫你會吃 好那我接下來來吃 關廟麵然後配辣味 我是喜歡這種細細的 一聞 啊 啊我知道 有個味道很像 我不清楚現在的小孩子還有沒有吃過 醃漬的冬瓜 阿嬤會醃漬的那種冬瓜味 跟這個味道有點香香 聞起來啦 是我的錯覺嗎 我覺得這個還比較辣欸 兩者的味道是差不多的 我更喜歡這個味道欸 可能是因為麵的關係 所以我更喜歡這個味道 說辣嗎 它其實我感受不到 我嘴巴壞掉了 對不起我真的吃不出有辣 反正這個焦麻的辣味還比這個還要明顯 邦尼如果喜歡這類型的味道的話 就代表說都市小孩也會喜歡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 我曾經跟邦尼討論過一件事情 我所喜歡的味道的範圍其實很大 但邦尼呢 比較挑食一點點 就是偏愛某些加工型食物 好我就請他出來 等一下在幕後那邊吃看看 這兩個你都試吃一口看看 這個是手打麵 然後焦麻口味 這是官妙麵辣味口味 你會比較喜歡哪一個 我覺得這個比較好吃 這個比較好吃 然後那個比較辣 這個比較 我還覺得這個比較辣欸 這個比較辣 是喔 好 由此可知 焦麻手打麵呢 獲得了邦尼的喜愛 這個他說比較辣欸 為什麼啊 我都吃不出來欸 我真的一點都吃不出來 它有辣味欸 10分來講的話 我會給這個阿公 肉拌麵幾分呢 我給他 7.2分 這對於一個 我想要很迅速吃到這一碗麵的人來說 excuse的麵是我目前看過最快速可以製作出來的乾拌麵 這又不是乾拌麵 這是肉拌麵 所以 它對於調味包的料理是要再去做另外一個程序的加熱 我比較不怎麼會偏愛這一環的一點 但當然 屏除這一塊的話 就是 我不介意這一點的話 我會給他 7.9 對 因為他的味道真的不錯 就是古早味 如果你們這群小朋友都沒有吃過什麼叫古早味的話 去吃看看 可是焦麻跟辣味會比較 對小孩子來說可能會比較辣一些些 所以就是買原味的肉拌味就好了好不好 真的吃肉拌味就好了 此次的事實呢 我不確定是否能帶給你們比較好的參考 因為很多的感受我沒辦法運用言辭來去形容給你們 如果廠商呢 有想要給雪兔來試食一些什麼樣子的料理的話 就是你們的食品的話 也歡迎寄給我 就是私密我的粉絲團 對於收費這件事情呢 我是看狀況啦好不好 我真的其實很free 好啦各位觀眾朋友 我是雪兔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試食影片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就不要問我直接去他們粉絲團問吧 因為我沒辦法給你專業的回答 我只可以告訴你說好吃或不好吃 那我是雪兔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各位掰掰 掰掰 我們是否會合作殺 或是特尊 如果你不會有誤過 你會不會够過 我會說 快狂獄